一起车祸悲剧发生在中恒公路靠近这洛神祠云桥处 昨天上午的时候金泉有家驻南投县的重击骑士 疑似呢在过弯时车速过快就失控打滑摔车 而这名骑士竟然是划过了护栏缝隙 坠落60米深谷 经销人员最后是以绳索垂降山谷 发现伤者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有警战 来来 不好意思 警销人员拉紧绳索准备下去救人 没一回终于看到坠骨的郭姓男子 帮我拿一下 撑一下 撑一下 先撑一下 联邦把他用绳索垂吊上来准备送医 因为在17号上午郭姓男子骑程重击 行经中恒公路151.2K 靠近落勺此云桥处一次因为过弯 车速过快突然失控打滑摔车 当场滑过钢管护栏缝 不慎坠落300公尺深的深谷 掉下去的时候我们后面才用绳索下去看 他卡在那棵树的原本卡那个地方 他就是又身体又在动又往下掉 然后我就没办法下去了 亲眼目击整场意外发生的民众 到现在还余悸有存 一旁同性的郭姓重击骑士友人 哭到气不成声 因为跟郭姓男子两人从南投骑重击 一起到花林玩 没有想到发生意外 当场已没有生命迹象 警方当场研判整起车祸属于车主自摔事件 相信的坠股原因还要再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红本枪和花莲财富报道